大家好 昨天是在地铁上坐着自媒体就坐过站了 然后再坐回来 回来还有四站 我一边坐一边往外看 看显得有点折磨疏了 因为心里没底了怕又坐过站了 所以心情看那个镜头 你能看出来那个心情怕坐过站 说几句就要看一看外头 希望大家理解那镜头 不是很正 东张希望的 就是说今天想还是重大事件 咱们还是只讲自己的第一念 咱们聊天 让15亿中国人 还有被摩摩党灌输了迷要的这68年的高层 都有一个明细的思路 理智的看待当前情况 其实习近平现在他老是有保党的念头和行为举止 还有他那个什么 他的那些喉舌现在又发出来 凡是什么信鬼神的 还有什么什么 这个大哥的都不能当官员 这就说明他那个 反正是只要是西来幽灵的都没有5000年传统文化的份 而且他现在已经都明确了 就是就像前几年我们不是都有一个说法 真相大显的时候大家都会说 原来是这样 实际上现在就是你昨天18号 这个大纪元特别报道出的这本书的序言 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那个里头不就说了吗 他不是说你这一生一世 生命失去了 他的目的某某党 他不是这个目的 他是让你原神 坏到那个道德坏到任何佛道神都不再想要你了 就把你原神销毁 然后他这个不让恢复传统文化也是这个目的 就让你这片国土 你这片人民人类全都坏到让 哎呀神都不想再要你了吧 造你的那些创世主都不想再要你了 就让你坏到那份上 让你无恶不住 让你让你 所以说你再保那个党啊 就是早死 我现在就是昨天晚上我想了一晚上 这个一醒来就这句话就在脑中 一醒来这句话就在脑中 习近平如果现在在保党就是早死 这有点像那个汉楚传奇那个电视剧 那里头就是韩信 好多这个刘邦阵营的人都问韩信 为什么不去投靠项羽啊 为什么从项羽那跑出来 还有项羽到最后想想让他一起 联合他一起在打刘邦的时候 他都拒绝了 为什么 就是他就看透了项羽就是搞分裂的 就是那个年代 他跟着他就是全中国会不能一统天下 成为一个国家 这个辅佐刘邦呢就会成为一个国家 从很多事实和前面他做个很多残忍的事来看 项羽不是能够把国家统一的这个祖和王 所以他就不跟他 然后他对项羽的评价 好多战略战术的评价就是说 他那样打某些仗应该那样打 他非要那样打那不是早死吗 所以我就想习近平现在也是 如果老是听三国帝斯那是共产党的帝斯 也是早死啊 也是早死 真的是早死 没有什么话能够再演简一概的了 所以习近平赶紧去看大纪元这个 序言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然后就是明细共产党到底是来人类 是霍乱人类 它的最终目的是干啥 先搞明白了 他为什么老是要把传统文化毁灭 你现在都不明白 现在你看了这个序言 你就知道了 哦 这真的是10月18日 真的撕开了共产党的最后最后的话皮 去年这个时候是撕开了五个共产党大魔头的 那个真正面目 他们都是魔呀 撒旦教啊 都是目的都是为了毁坏传 传统文化毁坏神 那么没有说他们为什么要这个毁灭神和毁灭传统文化 而这个序言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这个序言还有这本书分上下两部 一个中国部 一个海外部都将陆续出版 他就把这事都说清楚了 所以我就想今天再补补一下这个节目 不吐不快啊 就是如果习近平再不明细 再不像这个 你看现在不是热播的电视剧 每天上集两集吗 在YouTube 猎场 那个电视剧 如果习近平看一看 就是现在正在演的在27集和26集 如果习近平学学那猎头 找找猎头公司 是专门给你找众爱卿众大臣 能够恢复传统文化的 能够把中国恢复到大常盛世 大常盛世那种那种场景的 比如这个王沪宁 抢百倍千倍的这个能人 那猎头公司都能给找到 他那个猎头公司是专门到各个公司去 和各个大学 主要反正各个有埋没人才的地方 把那个埋没的人才挖出来 然后用到他应该用的地方 这是猎头公司 这个商场 他专门现在中国到处都有这猎头公司 那个胡歌 他昨天这集27集和26集演的是最成功的了 他猎头公司也是两个星期就把一个在民营企业需要的CEO 从区长是国营企业那给挖过来了 那真的是智慧大智大会 反正我觉得习近平学一学吧 学一学 然后就是找猎头公司 能给你找到很多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和各个沿州生院毕业的 有真才实学的搞经济的各行各业的 比王岐山还厉害的CEO人才来当你的各部部长 这也是个路 现在新这个嘛 所以习近平不要指望王沪宁 王沪宁的那个智慧和那个话语 其实已经到头了到断了 三年一个公司 你这三年老是器官活摘 也没啥收入也没有国民经济 达到全世界80%和56%大唐盛世 和盛唐时期的后期的宋朝 都没达到那个程度 你怎么能说他行呢 凭什么说他行呢 就这意思 再一个咱们是给大家看一看江进九 一个是蒲存希 一个是张义朗诵的 如果习近平和彭丽媛不能够把文化部和文艺界影视界搞上去 那么模仿模仿人家民间现在都在朗诵唐诗三百首 用这种形式 笨办法恢复传统文化也行啊 因为你朝中无人了嘛 你仪仗队你看这演的那什么呀 全都是68年马恩列斯的东西 都没有中国的东西了 那么你看看人家普春基朗诵的枪敬九 再看看这个张义朗诵的枪敬九 他把那个意境都给朗诵出来了 学一学这个 然后呢 再看看这个文化部影视电视部 引领这个一个国家的明君呢 把道德往上升啊 人类道德下滑就是两个东西起得极先锋的作用 就一个是文艺创作一个是美术创作 你影视创作也在里头 所以你就抓一抓这些 如果朝中无人了那就 举行这种模仿这种民间的这个朗诵唐诗啊 朗诵诗仙的名句啊 也不错 咱们下来咱们就看看 真的是把那个意境朗诵出来了 就是说我虽然被贬了 我虽然不得志 我李白也走我自己的路 呃这个云游 云游云 名山大山 然后云游全国各地 然后跟自己的 诗界 文学界的好友 喝酒 唱谈 然后留下千古名句 名师 名作 然后让后事都没法赶上我的水平 人家在朝廷那儿不得志 在汉林院不得志 人家走自己的路 走民间的路照样得志 呃 如果习近平确实是 呃令大家失望的话 老是这么保党又找死 那就真的我们就可以 模仿模仿 李白走出自己的路来 也千古留名 啊 不一定非要从国君那里 可能民间也能出 呃这个这个 呃 让大家为楷模的一个 司仙文豪 好 咱们听听这两两主人 民间现在都在朗诵唐诗嘛 咱们也也也也也搞这种活动 嘛 这也是 呃 恢复传统文化的 一个办法吧 咱们 军不见 黄河之水 天上来 奔流到海 奔流到海 刀流到海 来 必有用 千斤 三斤 环肉 来 汤阳仔 牛且为乐 汇血以三百杯 陈福子 丹丘胜 将近九杯莫尽 与君歌一曲 请君为我听耳听 祖父专誉 祖父罪 但愿堂罪 不复刑 不来圣险 请击货 唯有赢者 牛其名 陈芒西施 演一歌 独九世青 自欢羡 主人可为严少前 临时不提 多为斤酌 五花马 五花马 仙净秋 仙净秋 孤儿将出 孤儿将出 万杯酒 鱼儿无笑 Chill OW Ев角夫 Leb内 前刘 reap și尊贔 百合主人ou Jazz 二十五花马 师æ 幾十五花马 一 二十五花马 一 二十五花马 优分 wurden 四十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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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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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